订阅观赏YouTube 即时文法智慧对开 第三十四愿 设我得佛 十方无量 不可思议诸佛世界 众生之类 闻我名字 不得菩萨 无声法忍 诸身总持者 不取正觉 我成佛的时候 十方无量 不可思议的诸佛众生 诸佛世界的所有众生 听到我的名号以后 都能得到菩萨的 无声法忍 无声法忍的 就是你了知 涅槃 寂静 缘起 性空 这个道理 安安住在 这样的一个 境界中 知道这个一切的 事物 我们讲一切的事物 只称法 法就是一切的 万法的法 万法从元起这个法 法就是一切的事物 知道这一切的事物 它是不生不灭的 就是说你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你就能证无声法忍了 那诸身总持呢 诸身总持 以前我常常在 我们在课堂研究佛法的时候 都讲到诸身总持 这是诸身总持 这是总持佛法的 圣身的念慧力 解释一下 诸身总持 这个总持我们知道 密宙 陀罗尼 对不对 所以说 大菩萨的境界 中了这个 无声法忍 诸身总持 有人就说 你们密宗啊 很深啊 境界很高啊 我们不敢修啊 而且有一位 净空老法师 他老是说 这个密宗 上根立器的修的 对不对 经修净土的人 最喜欢说修密宗的 那是七弟菩萨以上的修行人 凡夫啊 没办法有这么高的根器 讲的是很谦卑 对密宗还不算了解 密宗境界是很高的 那叫不可思议 那叫大圆满 大圆满那是佛的 至高无上的境界 你看这个佛 他视线涅槃都有五种 视线的方式 联花生大师他视线 视线成佛 他是以宏光化身 成就涅槃的最高境界 来实现 也就是演示给众生看 我表演给众生看 成佛还可以用这样子扯 就是宏光化身 就是他的这个身体 每一个细胞 因为修持的关系 每一个细胞 全部转变为 功德和智慧的精华 看起来就像彩虹一样 用手去摸 没有尸体 但是你要他再恢复一样 平常我们可以摸得到的 这样肉身 念头一动 他又恢复回来 因为成佛可以视线这样 联花生大师是来做这样的演示 做这样的视线的 所以诸身种词 一般就讲法 佛法 或者佛法的意理 就是意 再来就讲佛法里面的密咒 再来就讲 佛法里面的修持的境界 成为人 就是法 意 咒 人 讲诸圣总师 再讲这四个部分 人是什么类 我现在开始修行 我一直到成佛为止 这个中间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我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破坏我的信心 没有什么原因 什么因素 什么人 什么事情 可以停止我的精进 我就一直到成佛 这个叫 忍的功夫 你看人家现在毁谤你 哎呀 干嘛那么精进啊 干嘛修苦行啊 干嘛一定要出家啊 你看我跟我老公 我老婆不是挺好的吗 我们也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啊 对不对 然后你心就动了 好了 你被破坏了 是不是 人家说你修这个 人家那个七八岁开始修 他有希望 你不是七八岁 你是七老八十岁来修 你真的没希望 你自己动摇 被破坏了 所以你要有这种忍的功夫 安忍不动 一修到底 这个诸身种词 包括这个法 义 咒人 所以你要知道 密咒圣 就是密宗 金刚圣 在佛法里的地位 它是不可思议的 至高成就的境界 所以才是讲诸身种词 你看哪一尊佛 哪一尊大菩萨 他在利益众生的时候 他不会念念密咒 来加持众生 都会 是不是 那有的众生 你跟他讲佛法呀 你跟他解佛法的空性的毅力 听不懂 你直接咒语一出来就加持他了 咒语一出来把它超度到西方了 是不是 这叫诸身种词 就是各种种词佛法 种词一切佛法的 甚深的念慧力 点选右下角 订阅观音山YouTube 开启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开示 与直播通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